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眼神高兴 这个感觉好 我觉得还是美貌是标准了 第一次就直接进入到新东西 14号 我出场之后我就观察了所有出场的女嘉宾 然后我就觉得你喜欢的应该是小巧可爱的 果然每一次都猜对了 我觉得我超聪明 你也小巧啊 我觉得好像也没有小巧可爱吧 我倒是有点分不清男嘉宾的喜好 因为你看短发也有长发也有 气质也有小可爱也有 所以 来 你给他们解释一下你的标准 我觉得自然点会比较的舒服 没有浓妆艳魔也没有花枝招展 就是自然就好 9号 其实我觉得我今天穿的超花的 然后为什么你把我选到新东呢 你没有浓妆艳魔 还好吧 我觉得还好 还好 18号 怎么看到我们是浓妆艳魔 然后我们不自然呢 一个人的气质可以从他的眼神 和步伐显示出来 你的自信和你的不自信 全部都可以让所有的观众们 看得出来 我们觉得我们都很自信啊 站在这个台上不一定自信 不自信的话 我们女嘉宾就不会在这个台上出现 你要明白你来的目的是什么 这个最重要 哇 这男嘉宾好强硬啊 这种聊天不多见啊 我有一个问题一定要问 那个男嘉宾 因为你刚才讲到了 包括自信的各种表达方式 24号走路你还记得吗 是特别动作幅度非常大的那个 然后你怎么评价 他的这种步伐的风格 说实话吗 说实话 我喜欢听你说实话 那个男嘉宾 因为你刚才讲到了 包括自信的各种表达方式 24号走路你还记得吗 是特别动作幅度非常大的那个 然后你怎么评价 他的这种步伐的风格 说实话吗 说实话 我喜欢听你说实话 他开心就好 因为这是一个舞台 这是一个展现自我的方式 所以我会觉得 如果他生活当中 从我旁边走过去的话 我可能会呵呵 我会觉得 我需要看一下心理医生 因为生活当中 不会有这种步伐 会走在路上 徐美 男嘉宾我想问你 你出门的时候 不会有两个保镖在你旁边吗 为什么要带保镖啊 你这么说的话 一定会造起围观和全欧的 可是你要知道 我们24号女嘉宾 如果在生活当中 这样走路的话 我相信看她的人 不会只有我一个 也不会以正常的方式去看她 这么男嘉宾 你好 我想说的就是 我生活中 就是让您这样子呵呵的人 公园走路也好 江边走路也好 我就当梯台来走 因为本身 我个人的风格就是这样子 而且您觉得看了我走路 很像您要看心理医生 那我告诉您 在美国街头 像我这样走路的多的是呢 所以不能说 我这么走路不正常 这只是我表达 我个人自信 个人魅力的一种方式吧 好 我们先看一条片子 再来问 我叫翟俊杰 7岁的时候 去加拿大 完成了我的学业生涯 曾经在加拿大和德国 都做过空上 随后到了美国 考了私人 飞行驾驶执照 但是真的发现这个工作 让我会觉得越来越孤独 满足不了我那个时候的想法了 于是就放弃了我航空这份 最值得别人羡慕的工作 2010年独自回国创业 在那个时间段内 一份商机 真正彻底地改变了我 八个月的时间里面 开了我第一家公司 开始了美国的地产投资 以及与美国的前50名校的合作 帮助一些中国的孩子们 去美国留学 在回国之后 我在北京 上海 苏州 以及哈尔滨 买了四个别墅 把它们改成了私人俱乐部 把里面的细节 全部进行了大改造 来吸引和我喜好相同 品味相同的人 每一个私人俱乐部 都配备一个外籍的管家 在全国已经开了六家 这样的私人俱乐部 生活里面 我唯一的爱好就是吃 所以我一般来讲 只要是为了吃 不管它有多远 只要我可以到的地方 我都会满足人生的小小圈 大家都知道 丹麦的生蚝危机 我组织了17个好友 杀到了丹麦 开始了生蚝计划 其实说实话 我基本上来讲 是属于路痴 没有导航去不了太远的地方 为了提高我的工作效率 聘请了两个最专业的司机 他们就是我的地图 这样的话 能够让我在工作当中 更加地得心应手 我看完小片我先说一句 我希望男嘉宾继续强势下去 我特别喜欢你那个劲儿 因为不认路聘司机 好 这就是我的人生目标 然后我也希望女嘉宾 你千万千万不要被她这片子吓到 这些过往的经历 见识 包括隐喻出来的财富 都不算什么 你们要看的是人格魅力 对吧 不要软下去啊 加油 23号 张正宇老师 我觉得您说得很好 其实财富不会把人给吓到 一个真的内心自信的女孩 面对财富 或面对多么优秀的人的时候 她一定还是自信的 优雅的 美丽的 这是没有问题的 棒 然后男嘉宾 其实您是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个人 而且您的财富的这个底蕴 也是非常丰厚的 也许这一切让您这个自信 这个度的一个把握 在这个场上有点水满则溢了 我们在任何场合 去表达自己的时候 一个度的把握是非常重要的 我希望你是因为这个场域 给你带来这种紧张感 而让你的攻击性变得如此之强 以及多少有点 对内心的一些小骄傲吧 希望是这样的 谢谢 谢谢 其实我同意你的观点 但是对于我个人而言 我其实也没有什么可炫耀的 我也没有什么可骄傲的 因为我个人认为 两千块钱有两千块钱的幸福与快乐 三万块钱有三万块钱的悲哀 你的自信也好 你的成就也好 不是用钱来衡量的 所以跟自信不自信 骄傲不骄傲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许思雨 作为一个 因为自信被骂上头条的人 特别想跟男嘉宾说 我觉得自信很好 但是你自信的时候 你不要去攻击他人 比如说什么叫做花枝招展 农妆艳抹不正常 我有吗 我穿得不挺素的吗 你很好 你很好 我觉得我没有去攻击任何的人 我只是会觉得 站在这个舞台上 所有的女嘉宾 都是非常的美 就只有自己就好 就做自己就好了 你刚刚就讲24号 女嘉宾不正常 我心里面其实挺不舒服的 没有这个意思 没有这个意思 没有 10号 在男嘉宾在讲到 在舞台上所有女嘉宾都很美的时候 你给了一个非常轻蔑的笑 没有 你心里当时怎么想的 其实我是很喜欢就是翻白眼的人 就是习惯性翻白眼 不是我想表达任何想法 就是不能控制的翻白眼 对对对对 因为我是一个就是我的性格 是一种特别孩子那种性格 然后就是自带的 不关我的事 巧合 是吧 挺好的 挺好的 好 来 来 来 选你的第一个中选区女生 好 好 好 郑宇的这个状态不多见 因为他们的状态太好了 那倒是我也很好奇 我想大家也很好奇 这么一个高度自信的男生 这个上来还没见到面 也就跟女嘉宾这么就枪上了 他会选的第一个 中选区女生会是谁呢 大屏幕 10号 看白眼妹妹 有获奖感言要说吗 没有 我其实是没有恶意的 我真的是习惯性的 我感到悲伤 不是我的错 挺好的 挺好的 来 我们有请男嘉宾出场 这位男嘉宾是 真爱网向我们推荐的 来 给大家打个招呼 做个自我介绍 在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叫翟俊杰 今年32岁 来自北京 翟俊杰 32岁 来自北京 13号 你好 男嘉宾 你好 首先我要感谢你啊 把我选到这个冷灯区 因为我特别希望 跟你这样的男士绝缘 为什么 你的心境 你的状态 包括你那两个字呵呵 是非常犀利的 让我感觉到 我想往后一躲这样的人 好的 你要不要稍微 稍微解释一下 刚才那个状态 还是 每个人他都会有自己的双面性 可能工作当中我会注意一些 因为工作当中说句实话 很大的压力 你需要伪装 所以对于我来讲 我就想让生活更自然一点 更不动脑子一点 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这段话稍微有点高了 往低压一点 因为女嘉宾们一开始 对你有意见 是因为农庄厌抹四个字 你就告诉她们 你讲这四个字的时候 是随便用了个词 还是说这四个字 就是为了批评她们的风格 稍微有点过分了 我会觉得农庄厌抹 是一个场合性的词汇 生活当中 如果我去找一个女朋友 去和她在一起 哪怕是吃饭 生活 旅游 我都希望她能够自然一点 我认为啊 女生有的时候可以不化妆 有的时候在上班化个淡妆 有的特别重要的场合 她可能胜妆 场合不一样 我的意思就是 可能是不是男嘉宾 刚才那个词 就是不是那种特别有针对性的 选择了这么一个词 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 对 6号 因为你表现给我们 就是那种很感觉 自信到有点自大的感觉 就是觉得你是足够自大 到不需要去秀些东西 所以我想问的是 你这个视频里面 那么多那么多些东西 是想考验女嘉宾什么东西吗 说句实话 我生活当中 有一些东西 所以我很讲究 比如说举个例子 如果我和我的女朋友 一起出去吃饭的话 我肯定会先去征求她的意见 我会觉得两个人之间 要有一个默契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说 既然恋爱 那你就要学会适应 去忍让 所以恋爱最后能不能走向婚姻 就在于你能不能适应对方的缺点 我不想装 我也不想去演任何的东西 就做自己就好 如果你的财富状况 不是像刚才片子里边 呈现的那样的话 可能那个性格 不会招致这么大的情绪 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比如说丹麦 生蚝之旅 两个专职司机 六个私人会所 别说如何如何 他们会怎么联想呢 因为有钱 所以我很转 他们会这样联想 你要解释一下吗 所有人都会把自己最好的去展现给别人 我会觉得恋爱不仅要展现好的 还要展现你最不好的东西 因为我有很多的缺点 我说实话我很懒 下班的时候 我基本上都是不动脑子的 所以我就会觉得放松一点会比较好 而且我也不会说用我所有的背景 或者说用我所有创造出今天的成就 去吸引任何我喜欢的女生 好 来 9号 男嘉宾你好 我觉得你是一个比较智能 然后比较有才华的人 包括听你说的多次跨界 我想问一下你是不甘于当时的现状 然后想跳到别的地方 还是纯属觉得兴趣爱好 想转变一下而跳的 我会觉得趁那个时候 还在年轻的时候应该学一些东西 应该让自己更丰富一些 因为航空这个圈子真的是很好 而且光芒也很好 让人大家会觉得 哇 你可以在天上飞 各方面都很好 但是事实上 你理解不了她的辛苦 那么我会觉得 如果你想能够让家庭稳定 能够找一个真正爱你女朋友 能够在一起 那我都不放进了一个职业 因为我最多的时候 一个月我飞8次航班 所以基本上一个月 我最多的时候 可以飞到90多个小时 真的已经很累了 然后等你到家的时候 有的时候半夜 有的时候早上 你不可能说 走 我们去看电影 因为你的对象或者是你的家人 她还都没有起床 所以我放弃我的职业 是为了我想有一个 我希望的未来 好 来 选第二个中选区女生 来 来 我们看一下男嘉宾的 第二个中选区女生是大屏幕 这是个他们的 什么样的 一 两个小时 来吧 我家人是大他 好 大 四 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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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现象之前还真的不多见 就是选了二中之后 好多女嘉宾连续把灯拍灭 之前没有过 今天基本上都是留灯的 你挑一个问题 5号吧 你一直在举手 讲一下你最早灭灯 就我觉得吧 是不是因为她跨界 跨多了以后 她的思维变得相当跳远 她从头到尾回答 每一位女嘉宾的问题 都是不在话题上的 就比如说我们问她 为什么这么拽 然后她的回答是 我觉得在爱情生活中 我要怎么去包容对方 就是你的话题性有点跳跃 我们只是问你 为什么这么拽 这么容易炫 然后你的生活中 生活的随性跟不动脑子 不是一回事 随性是你的率真 跟你想要去享受生活 放松心情 而不是你不动脑子的 去说一些容易伤害到别人的话 所以你作为一个领导者 你在说话当中呢 你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 我觉得你都应该要自己注意一下 我一定注意 首先对于在座所有的朋友们也好 还是在场所有的24位女嘉宾也好 大家的目的就是希望找到一个比较靠谱的 值得依靠的男生 能够把她带走 那么对于我来讲 大老远从北京来到这里 我也希望找到一个值得我去爱 甚至可以一辈子去爱的女生 然后带她走 所以退一万步 这个是我们所有人的关系点 在这的目的 她跟工作呀 拽不拽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你又在跳跃了 就是你从头到尾 话题一直在跳跃 就是我问你什么 然后你答了别的东西 因为我来这里 你是太紧张吗 还是怎么样 我是紧张 因为来这里就是为了找一个 能够和你在一起的女生走 她跟工作没有分子 其实他们我跟你说 他们所有的这些女生问的 那种状态和情绪 就是从一开头 那两个女生回来 那种状态还没翻过片来 你有办法让他们把这片翻过去吗 翻不过去 其实男嘉宾从出场之后表现的 还都是 是是是 我同意江振宇的 从他到这儿来 聊天都还比较都还在点上 但是出场之前那几句话 我说实话 听上去 是让人有点不舒服 好吧 我在想 我刚才一直在想 要是我怎么能翻过去 我就说两位妹妹 对不起 我刚才有点猛了 说话有点没过脑子 对不住啊 对不起 也就一句话的事不就过去了吗 那女孩 其实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请所有的嘉宾们 去趟黄粱一梦 所有的事情都解决 没有什么事 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是吧 实在不行 吃两顿 好 来 看下一条片子 我记得第一段感情是在德国 跟他在一起 觉得生活就像工作一样有计划 比如说周日上午 先要骑自行车 才能继续下面的活动 甚至中午一个小时的吃饭时间 一定要安排在整个一天的计划当中 德国一个比较传统思维模式的国家 计划式生活 让我接受不了 第二个女生 是一个控制性极强的女孩 我飞什么航班 几点上飞机 她基本上可以做到全程监控 而且出去吃饭 跟谁去都要知道 跟橙舞队一起吃饭聊天的时候 她还会说你跟她少来吧 甚至有一次她把我的卡收走了 她说其实你需要一个女人帮你管钱 我当时就愣住了 所有的事情都要在监控之下 我就觉得跟她在一起 我要多了一个妈 那种感觉你能明白吗 太恐怖了 对于相亲呢 我真的比较反感 会让你觉得 好像在通过出入境管理局一样 严格和严肃 大家能够把话都给聊死了 最受不了的点就在于开始问我 你挣多少钱啊 你住在哪里啊 你工资卡是自己管 还是家人管啊 我就受不了了 特别地尴尬 我就会觉得又另外一个妈 即将走入我的生活当中 总的来讲 女生还是不要太在意自己的物质要求 还是应该变得更加独立一点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彼此信任 这个话题以前有讨论过 我就想特别想听一听年轻人说一下 你们在相亲的过程当中 最讨厌听到对方问的哪几个问题 许思雨 问我谈了几个男朋友 好 来 刚才9号举手的 来 就是也是类似于情感经历啊 包括家里父母是做什么的啊 好 来 那个21号 就特别反感一些男嘉宾 对我有一些预先的想象 比如 比如说我知道你是女博士呀 然后我觉得我除了收入 其他什么都配不上你 然后让我把我处在 放在一个很尴尬的处境 你有没有因此考虑过隐瞒学历 有人教过我 他说在国内就是你可以 比如说研究生指的是那个硕士 但是在美国研究生指的是硕士和博士 所以下回当你碰到 你就笼统地说研究生 对 对 你是喜欢 碰到喜欢的你就说我是研究生 然后碰到不喜欢的说我是博士 好 明白了 我是女博士 你吓死你 是这一次吗 来 继续刚才的话题 最讨厌相亲的 来 我希望你一年之内生多少个啊 两年之内 对对对对 生不了太多个 对对对对 希望三年之内生两胎 大概这样 我是很反感就是把女生 当成生育工具一样 现场有没有男观众想说一下 你们在乡亲当中最讨厌听到的人 来 小帅哥 你的头发吸引了我的注意 如果你去乡亲的时候 往那里坐一个姑娘 哪里最讨厌她问你什么 要问我呀 对 你多大了 问你多大了 对 为什么讨厌问这个问题 因为我太小了 你跟我说一下你多小啊 我今年刚二十 你知道为什么我对这个问题 那么有兴趣呢 咱们是一个相亲的节目 男男女女上这来 我就要听你们特别多的人 女孩特别多的男生说 最讨厌在相亲的时候 听到来说什么 这也跟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 稍微地让他们增加一些了解 其实你们每个人都要注意 相亲当中一张嘴问人问题 你的教养就暴露无遗 你们对金钱的看法 对婚姻的看法 对男女关系 对很多问题的看法 就在你那几个问题当中 一下就发现 比如说处心激励地问 北京的是吧 你们家住北京几环呢 这意思 你看 住几环就意味着 你们家房子在 哦 你们那边车库 一个月交多少钱 每个月的那个 车库的那个服务费 就是决定了你这个小区的价格 等等等等的这些问题 这些小心思藏都藏不住 还有的极其不带烦 张嘴 收入 结婚以后钱给谁管 跟你爸妈住吗 这个就是谈判 就是直奔谈判 你干脆一张纸六条 写完了 同意没同意 按手印 你把恋爱婚姻搞成什么样的 咱们是一个婚恋节目 所以我们要倡导一种 积极的健康的一种婚恋观 好吧 最后一个问题 8号 那我想问的问题 其实有一点犀利 你有在有正牌女友的时候 背后偷吃过吗 说实话 在我的情感经历当中 就没有正牌和副牌之分 如果决定恋爱 这是一份责任 你不能够去拿恋爱当儿戏 也不能说去玩弄别人 第一 你在浪费别人的时间 第二 在浪费自己的时间 因为我是一个很现实的人 所以我不会劈腿 你确定 确定 这是一个不好回答的问题 他的回答比我想象的还是要好 因为 因为这个问题 你怎么说 你要说从来没有过 大家会想 可能 你 你要回答说我有过 哇 人渣 你这个问题问出来 一般男人一下就陷入到了 绝境当中 他的回答算是不错的啊 算是不错的 对 谢谢 你还留灯吗 留灯 来 接下来 问题来了 你要不要用8号 替换掉现在两位 中选区女生当中的一位 要还是不要 还是相信自己吧 不换 不换 不换就有风险 对 因为8号 显然留在她是愿意跟你走的 这两位 不知道 不知道啊 来 我们看两个女生的 三个关键词 何爱萍 关键词一 宠爱我的小宝贝 二 魔鬼身材养成剂 三 拴住你的胃 哎 这对你有用啊 拴住你的胃吧 她是胃 她的胃很重要啊 来 来 哦 这是我做的 还可以 还可以 以后经常切磋 好好好 来 曹子锦炫 在 夺命连环靠 麦蒙女孩儿最好命 抑郁美食家 第二点吧 麦蒙女孩儿最好命 我问一下 这个有点些许的区别 两个女生的第三条 都跟吃有关 你选的这个长腿妹妹 选了吃有关的内容 这个白眼妹妹 你没有选跟吃有关的 区别在哪里 我觉得她们俩 最大的区别就在于 一个可以适合做老婆 一个适合做女朋友 我就别问谁适合做老婆 谁适合做女朋友了 我想知道这个 你们要问是吧 郑宇 你判断一下 按照这个关键词 显然是10号更适合做女朋友 可以好玩 那个长腿妹妹是要做饭 做家人 我就不好玩吗 不是 不是 你听我说 这个是又好玩又实用 那为什么我只适合做女朋友呢 我会觉得你很可爱 你有你最真诚的一面 你有你最童真的一面 因为你没有做做 你没有装 就做你自己 如果我今天能够 拉着你的手走下去的话 反而我们会走得更远 因为我们的性格冲突会很大 而生活当中 反而这种性格反差比较大的人 更容易在一起 而且时间会更长久 可是你认为我比较适合做女朋友 并不是老婆呀 这样的话 女朋友的期限是有保鲜 记得不会很长远 可是女朋友时间长了 自然会变成老婆的 好了 最后一个问题 你问这两个姑娘 最后一个问题 如果我和你 我们发生了矛盾 而且你又知道问题的根源 出在于你 那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处理 要看是什么事情了 如果要是不是原则性的问题 我想应该撒个娇 应该就能过吧 就你了 那还有一个没回答的 这问题回答到你兴奋的去是吧 来 长腿妹妹 快说 我会就是以前会撒娇 但是现在不会 因为我现在觉得 任何良好关系都需要沟通 那么你说出来以后也会更好 不 我不赞成她的说法 其实我会撒娇 不是因为我想去撒娇 或者是怎样 是我的性格就是怎样 因为我是一个很孩子气的人 我自带撒娇系统 这个系统会不会下雨天 比如坏掉了 不会 是吧 不会了 好好好 来 开个观想 开个观想 来 郑云 最后 就顺着10号的话说 自带撒娇系统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发脾气的时候 一样会吓得你要命 撒娇的时候可以软萌软萌到你骨头酥 发脾气的时候可以让你整夜整夜不敢睡 你自己考虑 反观12号呢 他有刚刚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话是 我以前也撒娇 我现在不了 我认为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他有撒娇的本领 就看他愿不愿意 而不是撒娇是一种习惯 我认为这种相处可能会更加理性一点 可能会摩擦少一点 可能会处理得更加平顺一点 我的理解其实就是 体现出一个女生是不是 从幼稚变成熟的过程 但是我说实话 我终身带照顾系统 以及八轮增压防护系统 那我想跟男嘉宾说 我是那种一辈子都不愿意长大的女生 我不想长大 如果你不想长大 我会一直陪着你不长大 我就不相信你说的这句话能说得到 我也不相信 我非常不相信 时间看清一个人 这个阶段已经到了 就是非理性的阶段了 懂了 懂了 就是不说道理了 两个人就已经开始 进入那个状态了 我都提不下去了 好吧 我怎么快点 我要下班了 这个 你要做最后的决定的 两个姑娘 你的选择是 我会觉得 我个人可能没有多大的成就 但是我能做的 作为一个男人来讲 我愿意去照顾我爱的那个人 所以 所以 选他 10号 好 来 我们先看一下 你没有选择12号 留灯的情况大屏幕 起码到这会儿你的选择是对的 12号没有留灯 那么接下来看10号有没有留灯 等一下 我想再问一个问题 我想问一下男嘉宾 如果要是我没有给你留灯的话 你会怎么样 我会等 我会一直等 来 我们看10号的留灯情况 其实我们回顾一下刚才这男嘉宾 到台上来的感受 他在幕后的没出来的时候的表现 确实让人不舒服 我在出来之前 我一直没有跟他讲话 因为我在评估一件事 我在评估他到底有多讨厌 他的攻击性到了什么程度 但是事实上他出来的情况呢 比我预判的好一些 他的这种攻击性 没有在后边看到那么强 在生活中我觉得 他可能跟女孩交往 和别人交往的时候 也并不像一开始 我们感受到的那样 所以这就是我最后下临别赠言 小伙子其实人不错的 只是因为可能有的时候 随性一些说话呢 觉得不是那么太在意别人的想法 其实这一点我觉得 一个各方面都很优秀的时候 更应该在乎在沟通的时候 别人的感受好吗 我努力一套 对 我最终选择的那一女生来说 她不装 她不做作 她就做自己 我觉得这时我最喜欢 虽然她没有给我留灯 但是世界很小 我会继续努力追求 邀请下一位男嘉宾